中国贸易谈判代表赴美帝消息 刑官Joseph Cohen说道,图片来源,彭博社网站截图SnowYu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家生产家居用品的公司,美国的一些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就包括该公司最大的产品种类电动洗衣机等。 Joseph Cohen说,他已经与零售商谈了,如果关税继续实施,他将不得不提高售价。 目前,该公司还暂停推出四种产品线,像Joseph Cohen一样,受中美重新谈判,鼓舞的美国人还有很多,美国财经媒体CNBC高道称,市场人士希望中美能够找到解决贸易冲突的办法。 这一点从美国股市也可以看出,当地时间,21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上涨,至2873.23点,创盘中历史新高,道指和纳指也均上涨。 Edward Jones 驻密苏里州对Speris的首席投资策略师Kate Owen表示,总体而言,投资者对全球贸易问题,本周可能得到解决的看法似乎更为乐观。 我们看到了收益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走强的迹象,不过,美国官员却试图降低人们的期望值。 据《纽约时报》报道,上周四,白宫国家经及委员会主任拉比·库德洛坚称特朗,无意放弃自己的要求。 库德洛说,美方的要求没有变,中国必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特朗普本人的言论也不太乐观,当地时间8月20日,特朗普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中国谈判代表将很快抵达。 并称,他对这一中等级别的磋商期望不大,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将需要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8月23日中美,进一步对160亿美元商品不增关税,而对于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增关税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举行为期六天的听证会,将有多达370名证人现身对此发表意见。 路透社指出,美国前几轮关税针对的是中国工业机械、电子源系件和其他中间产品,试图依此保护消费者。 但到9月底,数千种消费品,可能会受到更高关税的直接冲击。 彭博社指出,多数企业和贸易团体,一直告诉美国政府,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91%的受访者表示,目前的关税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关税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图片来源,彭博社网站截图美国服装与协类协会的Steven Lamar表示,看到美国政府开始与中国对话,我们真的感到高兴。 但被确保这次对话有所帮助,并且不是以牺牲美国、工人、公司、消费者和社区的利益为代价,对于美国政府一方面致力于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重启谈判的做法。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凸显出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美国财政部的谈判代表奉上一根胡萝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挥起威胁的大棒,报道引述政府内部消息指出,胡萝卜和大棒这两个手法都得到特朗普的支持。 一名接近内部谈论的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特朗普是个生意人,除非中国拿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否则特朗普将继续鼓励政府有关部门相互竞争,谋定一个对付中国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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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有关系,订阅,订阅,订阅,法律帧,订阅,订阅,订阅和讯划家里面的支持人们。 感谢观看